北市幼儿园案争议 首次通报在柯市府任内 黄山山十五号轻描淡写一句 我已经离职 对明明通报在七月 黄山山八月底才走人 北市议员质疑根本甩锅 柯文哲面对争议 前一天避而不谈 黄山山也缺席党团记者会 成立有会议神隐 该由十任社会局长的周瑜收带打 直到晚间才发文 但首先就成为自己 没有督导过教育局 更趁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 而不应该只想把责任或脏水 泼在别人身上 悲剧不该成为政治操作的工具 不过这篇贴文被发现有编辑过 这才是原来的版本 其实里头还有一句 教育局本是蔡副市长督导 让网友炸锅 因为2022年7月11号 蔡炳昆就因为出血性脑中风送医 痛批大笔一挥 直接把责任推给躺在病床上的人 没有督导业务 难道不用提醒市长 因为没有人会算时间吗 甩锅给蔡副市长 想问一下道歉有这么难吗 当时为了选举而忽视掉这些小朋友的权益 当时不在位置上 那他的督导也是会有相关的人来补上 我们要的是当时的真相 台北市政府是一个分层负责的单位 他们有非常多的局处单位 做第一线的处理 关心台北市幼儿园之前 要给观众朋友最新的讯息 刚才大家不是说国民党在开中常会吗 朱立伦对杨文科的事情 有没有态度 朱立伦出来讲了 他相信杨文科的清白 好这个就是国民党今天的态度 国民党尊重调查 相信新竹县长杨文科的清白 好接下来 我们要来请这个舒培议员来看看 相不相信蒋万的清白 黄珊珊的清白 现在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好像都在踢皮球 今天蒋万的最新回应 他说幼儿园的案子 如果需要检讨 能够提真正可以改进的精进方案 我们会尽快 这整句都是废话 什么叫如果需要检讨 他感到现在都没需要检讨的地方吗 我们会尽快 你当然要快啊 那另外呢 民众党的秘书长周瑜修浩 也就是当时的社会局长 当时的社会局长 他说他们都没有不作为 他们穷尽一切可能来处理 穷尽什么样子的可能 请教一下舒培议员了 穷尽一切可能在这个案子发生是2022年的7月 有家长去报案 如果真的如周瑜修所说 那时候的柯文哲市政府跟周瑜修局长 跟黄珊珊副市长已经穷尽了一切 请问到2023年为什么还有两个家长去报案 而且在2023年7月这个两个家长去报案 在整个行政调查过程当中 还发现2022年的12月 有一个家长因为太晚去接孩子 孩子回家就说 他在学校因为在等爸爸妈妈的时候 被一个Andy的哥哥去摸了他的身体 如果讲柯文哲穷尽了一切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家长 会在事后来发生说 他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去 却被侵害 你到底穷尽了哪一切 但是舒培议员 柯文哲不是都是标榜 他很严谨的吗 7点多就都去上班 开晨会什么的 早上7点半就嗡嗡嗡的人吗 对不对 这么大的性侵案 这么大的这个妨碍性自主的案子 难道柯文哲完全早上都不知道吗 人家要讨论鬼吗 开会没讲吗 对然后这个社会局的局长 是台北市家房中心的主管 那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教育局的局长 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黄珊珊是督导社会局的 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嘛 都没有人报啊 我给大家看 这是整个大事迹哦 其实给大家看 议员我们稍微瞧个角度 好 这个是2022年7月的时候 家长报案 然后呢 就完全没有调查 教育局说 他只有6月份去调了 6月份的监视器 调了6月份监视器之后 依照现在教育局的讲法是说 没有检举人 没有澄清人 没有画面 所以就没有调查 这可以接受吗 然后就这样子 等等等等等等 等到了这个隔一年的7月 单几年啊 对 C家长D家长再去报案的时候 这个毛姓的教保员被积压之后 整件事情才爆发 那我就问嘛 你柯文哲在7月发生的时候 你到底在干嘛嘛 你那时候是不是忙着帮黄珊珊选举 帮黄珊珊选举 让黄珊珊能够接你的棒 所以你整个市政府都在状况外 大家还记得吗 在凯开案发生的时候 黄珊珊怎么出来骂蒋万安 因为那时候蒋万安没有第一时间去做这个重大额虐的会议啊 他是不是讲说我在市长的时候 我在担任副市长的时候 所有的额虐会议 所有的额少性侵案 只要报到我这里来 我立即召开重大会议 责任就在市政府 那我就问你黄珊珊嘛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 你就是副市长 他说他离职了啦 没有 他说他年终离职对不对 他年终离职 可是你知道吗 按照记录 黄珊珊是8月28号才离职 8月底才离职 是啊 所以这个案子7月7号发生的时候 你都还是在担任副市长嘛 所以你为什么持续推卸责任 而蒋万安我觉得他最香 蒋万安今天讲什么 蒋万安今天因为呢 他告诉我们说啊 这个幼儿园啊 其实我们都在骂他嘛 这整个一年过程当中 蒋万安都没有作为 柯文哲也没有作为嘛 柯文哲失职 然后蒋万安无能嘛 大家在骂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有有有有 我们教育局在事发之后啊 2022年12月 还有包含2023年的3月 我们教育局都有陆园 到这狼师的幼儿园去访试 有访试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访的 但是我给大家看 你看他访试是做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 7月份是家长去报案 12月16号教育局到园访试 是做什么事情 做公共化幼儿园的访试 做公共化幼儿园的访试 隔一年的3月是去做公安的稽查 还给他合格 那我要问 7月就已经发生了这个性 性平安案件 教育局到园的时候 还继续给他挂报警 说这是公共化幼儿园 让所有的家长更放心的 把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里面 被狼师侵害 我真的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我才把这个表整理出来 告诉蒋万安说 你的教育局告诉你的东西 是在混淆试听 不是真正的事情 他们道元去访试 不是针对性侵案 也不是针对性平安 是针对幼儿园案 结果今天我把这个文 PO出来之后 蒋万安居然说 这个时间的公布都是议员叫我们公布 不是我们自己公布 所以议员在混淆试听 我告诉你 我再打蒋万安的脸 那议员真的说得很想起 很想起 因为我也有孩子 我都想说那孩子 如果是我的时候 我有话不敢 7月15号 这个礼拜一 我们昨天开记者会 7月15号 台北市的教育局 自己发新闻稿 把这个两个案子 他说我们从2022年7月 到2023年7月 没有不作为 我们有积极作为 我们在111年的12月 还有隔一年的3月 我们都有入园去审查 没有民意代表 所说的不作为 所以请问这两个日期 是谁公布出来在混淆试听的 不是就是你教育局吗 你公布这个日期出来 去针对人家在质疑你说 为什么2022年的7月 到2023年的7月 教育局都没有作为 你说我有 我有 我有作为 我有去入园检查 但这入园的检查 跟性侵案毫无关系 议员再次的进一步的踢爆你 告诉你说你们不要再这样 推卸责任混淆试听了 结果你们突然讲说 这个是议员要求公布的 请问7月15号的新闻稿 是哪一个议员逼迫你们写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不要再混淆试听了 这个案子大家都非常心痛 我相信这些受害的家长到现在 昨天法务部这边我们所了解的 大约已经有30个家长了 已经有30个家长在报 已经30个家长报案了 刚开始本来说20 现在已经变到30了 对本来20变24变25 现在已经到了30了 有这么多的家长 有600部的不雅的幼童的影片 大家都非常心痛 在整个过程当中 该被检讨的教育局 绝对首当其冲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 如果有行政调查 如果有市井所有的家长 而且甚至把他的 总共工化幼儿园的资格取消 不会再有家长送孩子过去 但不管是 谁敢送去啊 不管是柯文哲 是蒋万安 你们在这过程当中 做了什么嘛 蒋万安今天继续推卸责任啊 因为监察院说要调查了嘛 结果蒋万安说什么 对监察院讲得很好 我们要去检讨 在媒体能不能报导 这种相关的案件 是不是可以把幼儿的 相关的资料公布 这跟你蒋万安什么关系 媒体能不能报导 额虐被性侵的相关案件 可以报导在什么 我觉得这相关单位 必须要去检讨 可是跟你台北市政府无关 不是北市府的当务之急 那不是你的责任 那是媒体报导的责任 你的责任是 为什么在这一年当中 没有行政调查 那你应该要去 怎么去弥补这件事情 可是蒋万安完全没有讲 而国民党昨天更离谱 国民党昨天为了护幼主 护这个蒋万安无能的幼主 居然全部都出来 还讲说什么 民进党在过去一年当中 有没有啊 有没有人有作为啊 我告诉大家 许巧新在去年选举的时间 在接获这个案子之后 他开了一个这个 幼儿园的协调会 你知道他协调会的地点通知 是许巧新叫幼儿园 通知所有的家长 你知道幼儿园的园长 是这个狼师的妈妈 这个狼师在做 对这家孩子做一些性侵案 没有被监视器拍到 是不是因为这个园长的妈妈包庇 结果你许巧新当时开协调会 还找幼儿园帮你通知 有没有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后来有一个说法 那跟许巧新说 好像是那个妈妈 卫造文书 自己就是把这个地点公布出去 那后来呢 一讨论之后 大家都很生气 后来才又改了地点 有这样子的说法 那我要问的是 许巧新不是是密欢吗 针对这件事情 你怎么没有对 这个幼儿园的园长 有进一步的处理呢 这是我对他的质疑吗 第二点是 你知道我前两天 接受到民众的澄清 这个是幼儿园的家长 他说他有去参加 许巧新那一天的这个协调会 但因为协调会过程当中 许巧新针对教育局 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年 没有行政作为 还有幼儿园园长 为什么隐匿这个狼狮 有相关的性侵案 还继续让他留在园内 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解释 你知道这个家长写了澄清书 给民进党的洪建议议员 洪建议议员把这个澄清书 转交给教育局之后 这个幼儿园才被停止 这个公告停止 不可以再招生 然后这个幼儿园的园长 才被处分了 这个三十万 然后终生不得再当教保园的园长 这难道不是民进党做的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绝对不想用这个案子 去做政治的斗争 但是蒋万安的处理 荒腔轴板 完全就是在推卸责任 那柯文哲跟黄珊珊更是 因为前任市长 如果积极处理好 就没有后续的这一端的 这一些的案子 有这么多的孩子在受害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政治的斗争 我觉得该负起责任 该道歉的人就要道歉 该补的洞就把它补起来 蒋万市政府真的要好好拴紧螺丝喔 因为目前我们给这个蒋万市府 给大家感觉是没意外啦 然后美这个民进党 然后民进党之前到底有没有吭声 然后骂议员说 阿斯林逼我们去讲的那些作为等等 这样听起来 你到底都在检讨谁 你要检讨是你整个市政府 有没有好好的运作 这蒋万的部分 那么另外前朝柯市府的部分 给人家的观感是柯文哲 黄珊珊看起来会当闪就闪啦 一个说我已经理解了 一个呢柯文哲前天被问到的时候 快闪离开 这是柯文哲的个性吗 他不是一项最喜欢蹭流量 蹭新闻的吗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